财政预算案提出调高股票印花税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 不会影响本港股票市场的竞争力 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就说 本港今年可能仍然会受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本港股市最近出现下行情况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认为 成交量、价格变化等都受到多个因素影响 觉得预算案建议调高股票印花税 并不会影响本港股票市场的竞争力 我们作为连通内地和连通国际的优势 其实是在这儿的 以及以后继续一段时间只会持续加强 所以这方面我刚才所说 其实任何金融市场或者任何商业竞争 不是只是斗便宜的而是斗好的 全球经济都受到疫情打击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 虽然外界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测有信心 但欧美市场是否可以回复正常仍然有隐忧 对本港还是有影响 我们自己国家去年都有正增长 但是单是靠一个国家 一个大的经济体 是否能够逆转 全球其他地方都仍然在负增长之中 我们要很实际去看 我们有信心 即是在我们自己国家 或者亚洲区比如说东盟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但是欧美的市场 以至到他们怎样在疫情当中 在一个困境中 能不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回复正常呢 这个都是影响直接影响香港的情况 失业率持续上升 有企业倒闭的情况下 邱腾华说 仍然有不少企业愿意多走一步 对政府的借贷和升级转型计划的需求上升 他说预算案的重点是云经济输民困 企业装备自己之余 政府也会协助保抵解困 崖过难关 无线电视机制王线河报道